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月21号 现在是早上到8点26分 来到咱们纽约华人社区 缅街的这个36-50号 这里开了一家云南米线 但是他们家卖早餐 早餐多少钱呢 8块钱 任意吃里面很多种菜品 现在进去看一下新开张的 挣钱方式37街 过来一丢丢 这里是国泰银行 今天天气好冷了 两个帅哥美女 你看过来就是36-50号 这是云南米线 它这个栏有一个木质旁 那不懂 这新开的24小时营业 每周7天 糖吃米线免费 然后汽水免费 然后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人家拍 他们家早餐任吃 美味8块 好嘛 进去看一下 今天太冷了 外面可能有零下五六度 新开的 哇 云南米线 哎呀 大家好啊 进去我又出来了 哎呀 大家好 我进去又出来了 因为它里面有音乐啊 有音乐的话 这个视频有版权嘛 有版权 我这视频就没收益啊 所以我就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啊 拍个视频也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音乐的话呢 在油管会被警告的 就说你侵权了 当然咱们一定要尊重这个知识版权啊 所以你看 多不容易 前两天拍视频啊 就是拍的吃大餐嘛 那也是去秤吃的啊 因为那个拍大餐 那些海鲜大餐 你说我一个人去拍个视频 就要那么多菜 一个是自己吃不完 一个是我也消费不起 对吧 这实话实说 消费不起就消费不起 因为这个播放量 1000播放量 才3块到4块钱 你说人家那个海鲜炒饭 一只那个 那些大餐 真的连本都回不来啊 所以我也是就是去蹭一下嘛 人家要去吃 然后人家叫上我 我就顺便拍个吃播 也是挺感谢 就是人家叫我去吃饭的人 请我吃饭的人 真的 这个拍视频真的不容易 哎呀 你看拍这个8块钱的早餐吧 我吃得起吧 它里面有音乐 我又不能叫跑进去跟人家说 哎 我拍个视频 你把音乐关了 对吧 我是谁啊 我就是一个平民 对吧 我就是个渣渣 哎呀 所以真心不容易 其实这些早餐店 大家这些视频 都可以自己来拍的 我也是看人家拍的 我才来拍的 对吧 这个也不是说 这个题材只能谁拍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来拍 比如说你看抖音啊 小红书上 很多人拍这些吃喝嘛 纽约的 对不对 只要你自己去 经过人家老板同意 拍自己吃饭 都可以拍的 加上这些超市啊 对不对 街上的事都可以拍 只要说没有做违法的事 都是可以拍的 你拍那些 有警察的时候 人家警察 叫你不要拍 你就不要拍了 对不对 要尊重别人 只要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街上这些体材 都可以拍的 大家都可以来拍 哎呀 我也不知道 他们那个音乐 什么时候关啊 你看拍个视频不容易吧 对吧 真的不 真心不容易 也没赚多少钱 哎呀 一天还 哎呀 都不说了 真的不容易 旁边有警车来了 今天好冷哦 有零下八度 哎呀 太冷了 一大清早 因为很多粉丝留言嘛 说我又能吃 然后又趁吃喝 哎呀 感觉就是很丢人嘛 其实我也不差那口吃的啊 说实话 也是为了丰富体材 对吧 你看每天 又这么冷的天 哎呀 我也不能说出远门 开车去哪里 太冷了嘛 也没啥体材 真的 也都很感谢 人家那些给我提供体材的这些 让我能拍的这些店家呀 或者商家 真的都非常感谢啊 在这里给大家 当成谢谢啊 真的 真的不容易 哎呀 拍这媒体不容易 这要很 这坚持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是大家都真心不容易 对吧 大家都真心不容易 都在纽约来混口饭吃 都来混口饭吃 离家乡那么远 离父母那么远 我爸妈也在中国啊 他们也没来 因为什么呢 他们又没有在美国 大过税 也没在美国工作过 他们也不能来美国 就是说拿人家的福利 对吧 他们自己在成都有退休金的 有医疗保险 所以他们 也不能来这里 所以啊 我这过年 又要回去看父母了 有人说 哎呦 你那么有钱 一会儿又回国 一会儿又回国 那是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 也不能 家里事也不好 给大家说 还有 我姑身体也不好 所以过年 必须得回去 并不是我挣了多少钱 确实要回家 想跟大家说呀 我的 拍视频的工作呀 坚持下来 这么几年啊 也非常的感谢 广大粉丝朋友 坚持下来 真心不容易 如果拍视频当中啊 得罪谁了 或者是谁不高兴了啊 在这里 给大家说是对不起 可能有些视频 没有拍好 对不对 给大家说是道歉 非常的对不起啊 欢迎大家 多给我提 这个批评的意见啊 比如说很多粉丝说啊 你现在视频 没有弄成4K 确实了 我这个有时候 怕那个手机内存不够嘛 我就弄得1080 所以说我要改进啊 把这个视频压缩成4K的 也感谢大家给我提意见 你看字幕 我一般都是加的 但是有时候 那个字幕没有改 因为 因为视频太长了 那个改字幕 一个一个揪 哎呀 我要改改很久 所以哎呀 有时候我把主要的改一改啊 也请大家见谅 哇 你看地铁口啊 小贩都来占摊位了 现在还这么早啊 大家都不容易 是不是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是不是 真的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大家都是来讨口饭吃 对不对 都是来讨口饭吃 真心不容易 有时候我也在街边照顾小摊贩买东西 我围的这个围巾 就是在街边买的 就是买的那个一个女的小摊贩的围巾 我照顾她买的 每年我都在街边买围巾啊 又便宜又好看 看大家都不容易对吧 都不容易 所以请大家多包容啊 多包容啊 你看这边卖过碗瓢盆的 这差不多七点钟就在这摆 摆起来了 快把六点过就开始摆了 真的 怪不得那么冷 我看了一下 今天最近气温零下七度啊 手都冻僵了 哇 好冷啊 赶紧回家吧 回家自己做个早餐 今天早上的吃播拍不错 刚才那家早餐店地址我拍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拍一下啊 因为有些朋友不像我 我是指着这个发发视频吃饭挣钱的 有音乐我就不能拍 大家可以去拍一下 分享给大家 因为餐馆 你自己去吃饭买出来吃都是可以拍的 只要老板同意啊 对只要就是说公正的评价餐馆的味道啊 你好你好 谢谢 你看人家跟我打招呼这个粉丝啊 很可爱的 祝他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反正大家想象的一些餐馆啊 大家都可以去拍 也不能也也就是说你喜欢拍就拍对吧 这个喜欢拍就拍是吧 哇太冷了 我说话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还有大家去年12月份我不是回国了吗 回国也拍了很多吃播啊 和同学一起的吃播 但是我都没有拍同学的脸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拍视频是赚钱的 同学是同学 我不能拿同学来赚钱 对不对 除非说哎 我同学答应了出镜 然后我给他多少钱 这样就比较公平 但是我同学也不会要我的钱 对吧 还有就是拍了的话 也很容易影响人家的生活 对不对 要互相尊重 所以我每次拍 和同学一起玩 就只拍桌子上的菜 或者拍一个同学背影 包括我父母呢 以前我也拍过他们出过镜 大家翻以前的视频 我拍过我爸妈的 有视频 我和爸妈去日本的视频 他们都露脸的 他们也不怕露脸 但是现在为什么 不愿意出镜了呢 回去 一个是啊 我爸爸他坐轮椅了 他就不是很愿意别人拍他 就是那个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哎呀 我就想着干脆就不拍吧 就不拍他吧 之前都说好的 回家拍一拍 家里人 所以啊 这个拍视频 非常的不容易 对吧 有时候还要 遇到别的那些粉丝 还不理解你的 哎呀 说哎呀 说我是什么 这个那个的 对吧 真的 我拍视频 算了 不想说了 这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回国这次买的机票 和上次回国买的机票 都买的最便宜的 来回一千四 但是呢 就是说要中途转很久的飞机 等个八个小时啊 十七个小时的 所以说 我也是买的最便宜的机票啊 并不是我多有钱啊 一会儿又回国 一会儿又回国 很多粉丝说我 因为疫情三年 就没回国嘛 回家一看 父母都老了一大截 爸就是请大家理解啊 我挣点钱 挣点小钱 也非常的不容易 我也是个女的 对吧 我平时也没干什么坏事 可能做错的事有吧 对吧 就说 最大乐极的事 我真的没干过 哎呀 反正请大家理解吧 真心不容易 真的 坐着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 给大家说声对不起 道个歉 不知道说什么了 最后祝大家 这个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千岁千岁 千千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